四川成都在本月初遭遇了严重雾霾污染 12月4日 成都国际机场因能见度太低 大量航班延误 导致近2万名旅客受困 这场雾霾持续多日 期间PM2.5指数多次爆表 有市民不堪污染 在地铁上、广场上举牌要求政府治理空气 或是在网上刊文表达不满 但却遭到当局打压 成都市民黄霄敏认为 这次的严重雾霾与彭州石化不无关系 彭州石化项目早在2005年就已启动 2013年5月 成都市民曾发起抗议彭州PX项目的游行示威活动 当时多人被抓 新华社下属《料望东方周刊》2014年 也曾发表了一篇有关彭州石化的报道 描写了耗资300多亿的彭州石化项目 立项审批和整个官方利益链条博弈的全部过程 但该报道随即遭到封杀 去年7月 网络上出现大量彭州石化项目基地 冒出黑烟的照片 引发民众担忧 有报道称 2015年初 该PX项目秘密投产 但直至一个月后黑烟消散 官方始终未做正面回应 成都商报日前报道 成都市环保局12月10日 突击检查彭州石化 彭州石化副总表示 他们的污染排放远远优于国家标准 生产的国际标准汽油 为成都空气质量改善做了一定贡献 不过网民与法律无边质疑道 公正公平公开的角度 我觉得你们既然说自己达标 为何不可以让市民参观拍照 来抹清楚对你们的怀疑 起码在于我看来 我是不信任你们实话 会优于国家排放标准 监测数据也不够详细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 杨帆的采访报道